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龙凤 咱们继续来看Hustler的全明星周末 先来看本期视频的第一手牌 这一上来,零人姐,一手可以勾杂色,怒推楼运 主要是看到一个5000的300和一个跟注 哦,两个跟注 其实要我说,人都能跟得动5000了,还差你这30000吗 这很有可能是个多人池了 Ryan的A圈肯定是盖不掉,但是Branny的A6可就不好说了 好,A圈再次反推楼运 Eddie拿到一对10,怎么选择 好,Eddie并没有掉队,也选择了跟注 两次发牌 三个人发两次,这底池很难算呢 K圈吧,零人姐先反抄了 转牌 合牌 哎呀,哎呀呀呀呀 可惜了,零人姐 一张老K没了,第二次 啊,顶三条吗?没了呀,那结束了呀 A圈有一次,口袋10有一次 合着就零人姐倒霉呗 继续来往下看 Peter这是,我没看错吧 16,600 这怎么有正有零的,确定不是拿错筹码了 这今晚的战斗刚持续了两个小时不到,就都这么暴躁了吗 低了,拿着口袋9啊,推了欧印 退呦 这有点去年老板桌那味儿了 今年的超高额大底池都比较少 好,15万的底池,K勾跑99 低了,能不能领先到最后呢 质量一张K,就代表了那张牌肯定不咋地 只发一次 翻牌 10圈 给到Peter双头顺的听牌 我说低了,慌不慌 奥斯巨多 喝牌 扛住了,扛住了 口袋9也是长出一口气啊 我的妈呀,吓死我了 发9 发Golf,发K,发A,全死 不过Dylan还是全部躲开了 继续来看这手牌 Tomer一个2200的加注 吃到了4个跟注 我靠,这翻牌 呵呵,David直接无敌了 而Ryan是拿到了一手铜花听牌 Tomer啊,Tomer,怎么又是你啊 你真的不是 娱乐场请来的Tor吗 他老是在这种时候加注啊 明明多人吃,是吧 这牌面 感觉又不太安全啊 然后他跳出来了 David直接跟下来 Ryan怎么说 Ryan这牌 攻对面不买花啊,Ryan 还返家 好好好 非得把底势搞大了 搞得自己走不了 Ryan可能想的是 这牌面应该比较安全吧 但是David老板 这可真的是一手好牌啊 当David这12000丢出来 Ryan是不是能收到点什么危险的信号呢 转牌一张 方便 过吧 过吧 别想着能打掉老板了 天 太疯狂了 他觉得自己有机会啊 你就想吧 老板手里如果比如说一顿石是吧 比如说有张五 你觉得你这一枪能奏效吗 这已经抵持来到了13万啊 这盒牌如果再掉张红桃 所以说攻对面不买花 戴威没过牌 看起来戴威等的就是这张红桃啊 他的预感也是很准的 打 很搞笑吗 人翻牌面啊 都跟住了 你转牌还要打满池 你赖谁啊 23万的敌石 买花买出来一个20多万的敌石 真离谱 继续来看这一手牌 Ryan 推了一个300出来 而戴威拿到一手AK JK怎么说 戴威老板在演啊 这看来是要跟住了 好 慢打一手AK啊 只要翻牌有张S 你看我干不干你就完事了 翻牌圈五九 AK倒是没有 而Ryan也被盖上了一顶帽子 刚刚才在戴威身上吃了亏 Ryan决定过牌 而转牌一张红桃 红桃面被发了出来 AK开始进攻了 打一万六 这手慢打AK好像没什么效果 主要没中牌啊 现在想再演自己有牌 Ryan好像也不信了 继续跟下来 盒牌一张七 看戴威老板怎么表演了 演一手红桃牌 Ryan能信吗 你要说论防偷的能力啊 那Ryan绝对是 第一梯队的 果然 一个大抵时 Ryan怎么输的 怎么 凭自己的实力 赢回来 继续来看这手牌 皮特K10 红桃夹住五千 丑门拿着一对8做了三败 戴威老板6-8草花跟住 皮特老板这 K10 红桃 这底池已经7万了 托莫顶着一张S啊 再下注啊 直接打了5万 他就在赌啊 赌别人没S 那么自己下重一点 有可能能赢 而戴威这是一手花顺双抽了 这牌戴威盖不掉了 I'm all in 皮特走了 不算多 确实不算多 托莫只需要跟住4万 底池只有20万 他真的没法拒绝啊 这莫名其妙的就干出来一个大底池啊 好消息是托莫目前还领先 但坏消息是他胜算反而是落后了一点 奥斯确实很多 转排 转排 这就结束了 发账6 还可以啊 发账6能平分 我的天哪 不可思议啊 戴威老板拿下这个25万的底池 这一下就回水了 我会做得很好的 这个托莫 哈哈哈哈 BOOM 看这个 就是这样 你知道我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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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到一个卡顺听牌 其他人好像就没什么东西了 8000 凌人姐也凶 翻后直接打满持 他就想看看你们有没有勾 没勾呢 赶紧给老娘走 戴维这是买牌买上瘾了 一枪没能奏效 转牌 凌人姐这运气不错 A5两对 一下就有实力了 确实 没人知道戴维老板会用什么牌跟住 打呗 那有勾乖乖支付 凌人姐打了 打了一万 凌人姐开始降速了 花一万 去买张三吗 真有点离谱吧 这又卡到顺子了吗 我的天 这是应该说戴维运气好 还是应该说凌人运气不好呢 那行了 这一枪 换作凌人姐没法拒绝了 你怕Ace还敢下桌 别说了 零零一定会跟他 坏坏的戴维老板在劝零姐盖牌 你越让我盖牌 我又要上 是吧 来看这手牌啊 翻牌369 两张草花 托莫老板 拿到了Sed3 下注了一万三 Brenny很麻烦 Brenny拿到顶队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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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这Brenny 中牌啊 除了欧印 他就没别的 Up to you 哎呀 这么云淡 风轻的吗 十万刀 确实 基本已经死了 转牌没有Ace没有9 应该就结束了吧 来张6也行 来张草花好像也可以 草花来了 有吗 离胜利应该是最近的一次了吧 第二次发牌 完了 结束了 十万 就这么没了 接着往下看 Ryan49杂色 加注 误牵入尺 哦 还撞上了 Tomer的一对圈 完蛋了 看Tomer的加注尺度吧 如果不是太大 我现在就怕Ryan如果 这好像跟不动啊 要么盖牌 要么推 但如果真在推出来的话 可能会吃到一个5败 那这49还是得盖掉 就看Ryan现在怎么来选择了 Tomer老板呢 打的平常来讲还是挺松的 但是他这回是真有牌 Ryan要撞墙口了 R25K死翘翘了 多少 天 46,000就这么打水票了 Tomer在思考 反加多少 应该是在思考反加多少吧 什么 老板竟然把一对圈盖掉了 看到Ryan亮出的94 苦笑了一声 我还以为 他应该是会推出来的 接着来看这手牌 零人姐拿到了一对ace 翻前三败做到7000 你觉得7000够用吗 7000果然不太够用啊 两个买花的全部入持了 在这张桌子上 拿到ace啊 那就得100个大盲棋 我觉得 好 Ryan走不了了 零人姐后手27,000 底持23,000 这甭说 肯定打光了 赶紧打吧 零人姐别考虑了 再不打 连Tomer都看到转牌了 转牌再掉张方片 好家伙 ace跟俩对手打 这胜算真说不好 零人姐打了11000 后手16000 Ryan对 要么Oin 要么盖牌 没别的选择 两次跑马 三七开的胜算 看看两个倒霉的人撞在一起 谁更倒霉 第一次发牌 一张草花石 完了 林姐玩不下去了 他觉得自己运气真的是太差了 确实挺差的 一直在说 确实 完了 最近可能看不见00了 这个真的是心态爆炸了 这搁谁心态都爆炸 一直跑马 一直领先 一直被发死 搁谁谁受得了 这就是人生啊 来 咱们接着看 Ryan口袋8 加住3000 Brenny看到位四五草花跟住 艾迪老板装位 可以圈杂色跟住 韩老板口袋2 大盲位也跟了下来 还有个谁啊 翻牌有2 韩恩中赛 Brenny拿到双头顺的听牌 先打 这牌 Ryan先打 Brenny跟住 我就说嘛 这2-3不能先打 这牌面有圈 还四个对手啊 你不可能开枪直接赢的 艾迪老板 中圈直接加住 一个bet 一个call 一个race 韩恩要割韭菜了 O-in 我可 这O-in谁接得动啊 12万好吧 底14万 韩推了12万出来 皮特中圈 拿着个顶对瑟瑟发抖 这不能跟啊 这真不能跟啊 看到bet call和race 还能再推出来啊 这牌 绝对不会比一手一圈差 赛特2赛特3 对吧 甚至赛特圈都有可能 有一说一啊 Brenny这心态也太好了点吧 5万去买个小顺子 零人姐心态是爆炸了 但是Brenny无论怎么输 他好像都乐呵呵的 我就在想啊 他家里到底是干什么呢 好 看到有人O-in 有人跟住 艾迪老板 负掉了自己的顶对 顺子 逃一个顺子 我还真是顺子 这他瞄的都可以啊 十三万五的底持 这手牌过后 Brenny Brenny 你现在是不是应该排桌上赢的最多的了 接着来往下看 Deylon拿到一对K 三百做到了四千 感觉今天晚上呢 这些大超对啊 好像都挺不吉利的 死的都挺惨 刚才的零姐是吧 翻牌有张九 Tomer中赛 这牌面这么黑啊 Deylon肯定觉得自己牌老好了 直接打半池 Tomer跟住慢慢来 转牌过牌 老K 要不要空个池 Deylon 这后手还有十六万呢 我的天啊 再打 他希望Tomer有勾 但是 他又觉得 Tomer可能没二 一万四 两万四的坡打了 一万四打得很重啊 Deylon也在思考 万一对手是一对圈呢 是吧 反正哥我 我应该是不打了 看到这张二我就不打了 我就怕有人手里拿张二来搞我 Tomer夹住 夹住还是跟住啊 加住 直接反加到三万 Double race 这谁能拒绝呢 一跟下来 合牌怎么办 合牌 拖面要打多少 底持现在 八万四千 草花五还好 这牌面能给Deylon省点钱吗 我怕很难啊 Tomer继续打 打五万 打的还挺重 Deylon得考虑了 对手会不会是两张草花 在转牌做的加注 无所谓了 二十万的底持 我就说了吧 今天晚上的超队啊 都贼惨 好 朋友们 来看本期视频的最后一手牌了 Homer K9杂色 四败做到一万五 哈老板 专位拿到一对四 今晚 哈老板入持率并不高 看他怎么玩这一对四 Peter七十方片也跟了下来 三人持 K40 哈老板中赛 Tomer拿到顶队 Peter老板拿到一个中队 不过这手牌 也是Site对上大队子 但是这牌面很潮啊 三张黑桃 然后这仨人吧 谁都没黑桃啊 韩在想打还是不打 谢谢 Joshua I appreciate that man 打呗 25000 Pieter带走了吧 Pieter不走 跟了25000 被Tomer推回来 就很难受了 跟住 这牌树莹真不好说啊 黑桃有点多啊 转牌 转牌 还有 行了 现在 我觉得反而是Tomer有机会了 韩过牌 好好好 五张黑桃 Site4就这么被淹掉了 Tomer还吓住 这下韩难受了 哎呀 Tomer只打了25000啊 这牌要四两拨千斤了呀 即时止损 还是多输两万五 韩应该在问自己这个问题 看起来跟住好像不太明智 但是对手也有可能没有黑桃啊 对吧 转牌拿到铜花 果牌 合牌打价值 哎呀 一气呵成啊 完了 韩上当 好 那么随着这首拍结束 这期视频就到这了 咱们下期见